冬天温度零下70度 夏天温度38度 生活在雅库特的居民早已叙事待发 准备出门释放压抑已久的户外行动 阿里安的一家的心情也正是如此 尘封八个月的摩托车似乎还想着冬眠 父亲拧着油门强行让他进入巅峰状态 阿里安的两个姐姐趁着暑假投入了家人的怀抱 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享受期盼多时的夏日团聚 今天他们打算前往河边露营 白雪消融大地一片绿意盎然 迎着阳光驰骋在通往欢乐的鼠壁 微风拂面大家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只是半个小时的功夫 摩托车便将他们带到了心旷神怡的地方 对于雅库特人来说 夏天可以走出家门尽情地放松身心 但同时也是清静大自然享受果实的时候 从七月底开始他们就要为过冬做准备 这些野生浆果将会成为餐桌上的营养美味 冬季没有蔬菜浆果就成为了替代品 采摘果实的时候 阿里安总是喜欢手嘴病用 采摘完浆果后 他们又投入到割草的任务当中 而这也是雅库特人必须为之付出行动的传统 甘草将会作为干粮帮助家中的牲畜度过寒冷的冬季 每年夏天阿里安就会像的男子汉一样 帮助父母收集所需的甘草 他说他喜欢干这样的农活 每次父母表扬他时都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同时也在这个家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收集甘草是一件脏活累活 38度的高温让大家湿透了衣裳 而湖里清澈冰凉的水 可以让大家彻底洗去身上的疲惫 同时也是一家人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他们尽情地在湖水中玩耍 享受着难得的团聚时光 相比白雪矮矮的冬天 这里的夏季反而显得更加的美艳动人 湖泊两岸郁郁葱葱的森林 像被压抑已久的生命在此刻怒吼绽放 平静的湖面倒影着两岸和天空的歉影 瞬间有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感觉 在湖水中游玩泳后 阿里安一家人又在湖边体验起了钓鱼的乐趣 而被钓起的鱼儿将会成为他们露营的晚餐 亚库特除了因寒冷而闻泥 这里的河湖美景一样被外人所熟知 因此亚库特也常被称为河湖之国 这里大大小小的河流足有70多万条 湖泊也有80多万 清澈见底的水域中盛产最为鲜美的鱼类 阿里安非常喜欢和家人一起享受户外生活 父亲闲暇时总是会带上他一起体验钓鱼和狩猎 他们所得到的收获也会成为一家人的主食 父亲是一名狂野的渔夫 在钓鱼这件事情上远远胜于阿里安 九岁的阿里安收获寥寥 但却从不放弃每次抛肝带来的希望 他想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钓手 然而似乎他的运气并不太好 最后父亲在他的身后不断地鼓励着他 他也终于迎来了一条收肝鱼 漫长而又舒适的一天伴着晚霞就要接近尾声 母亲架起了炉灶准备制作晚餐 阿里安还是一如既往的董事 他蹲在河边清理着今天的收获 自从上次母亲传授了他方法 这次他已经完全可以独立完成 随后他又亲自将鱼倒进了滚烫的开水中 没有母亲的指导 他也可以制作出一锅香气四溢的鲁鱼汤 里面搭配一些蔬菜和香草 用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弥漫鲜美的味道来 阿里安放了些食盐调了下味道 两个姐姐坐在一旁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父亲小心翼翼地将铁锅从炉灶上端了下来 接下来一家人开始围在一起 享受起了大自然的馈赠 晚餐过后大家围在篝火面前 拿着吉他唱着歌 伴随着歌声美好的一天就此拉下了帷幕 正因为有长达七个月的冬季 三个月的夏季生活 才显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